当当当大家好,我是你们录 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在露营活动中经常用到的装备 就是套锅 所谓套锅就是可以摆多个不同大小和功能的锅 然后收纳在一起 这样可以减少收纳空间 提高我们的这个装载效率 套锅其实有非常多的品种和种类 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三款 从材质到容量到它组合方式 都有一些就是自己特点的装备 然后也是我一直在用的东西 首先和大家分享一款是这个 我称为俄罗斯套娃的产品 这是一款泰的,来自于国产品牌凯斯 当然说这个严格意义上讲 它不能称为套锅 因为它是这里面唯一一款不是成套出售的产品 是我根据它们的大小 然后买完之后自己把它组合在一块 其实这个跟大家之前也大概分享过 这里可以跟大家再详细说一下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 也是自己用的比较多的一款产品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这款锅都包含哪些东西 最外面是一个凯斯的1.8绳的这么一个锅 我们称为吊锅也好或者什么锅也好都可以 因为它是可以通过它的钛链吊起来用的 但是其实这么用的不多 这个是个1.8绳锅 然后里边呢 我装了三个它的这个电章盒 就是凯斯非常经典的这个产品 我摆的称为俄罗斯套吧 是因为真的可以套好多个 一共1 2 3 4 5 6 7 一共7个容量各亿的这种 我们称为锅也好 称为碗也好 这三款产品是它的叫它的便当盒 就定位是可以称为碗啊 它不一定当锅用 当然说是全金属啊 所以说你当一个小的汤锅用也是可以的 就是这样的 这三款是带把手的 而且带一个密封的盖 盖需要通过比如说你的参具 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叉子或者什么 配合的才能打给这个盖 这可能是这整个它这个唯一不大方便的地方 这三款便当盒 虽然属于同一个系列产品 但是也是单独出售的 你可以分开买 或者是一次买三个都可以 最大的是1.2升 然后最小的这个应该是个800毫升 然后中间这个是一个一升的 最常是正好可以套在一块的 有盖子可以减少这个热量和sense 但是呢它这个盖子的密封性会很好 不能做到100%的密封 就是还会漏水 但是整个的密封性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我经常把这个盖子当成小盘子去用 比如说放一些小的凉菜 然后里面这两个其实也是单独买的它的泰碗 这两个是两个 一个是500毫升的泰碗 这边也是个400毫升的泰碗 就这个完全是可以当成小的去碗去用 当然我们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可以吃面 或者是当成小的饭碗 这个最小的我用的最多是汤勺 最后可以去拿它盛些汤什么东西 这个是用的比较贵的 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小的盘子 因为正好可以放在这里面 也可以当成一个小的 主要放一些比如说蘸料或者是放一些酱 或者是放一些小的咸菜之类的 正好可以放在里面 然后也可以收纳在里面 这是本组套锅中包含零件最多的锅 然后这个盒子也是可以足够的盖上 大家都知道泰其实不大适合作为炊具 它受热不均匀容易产生糊锅什么 这是四次情况 因为本身材料很薄 局部升温会特别快 所以造成它受热不均匀 这样的话我们作为煎锅来用的话 或者是说哪怕我们作为汤锅 比如说我们煮面 或者煮一些汤之类的 如果是你搅的不勤的话 非常容易糊锅 这是泰的一个问题 再来还有问题 就是泰很容易留下这种指纹和水剂 我也没找到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只能尽可能擦干 对很多强迫症来说 其实还是蛮麻烦的 但是整个这款锅的实用性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这是我自己组合的一款锅 所以具体的重量我也不是很清楚 虽然泰本身比较轻 但是把这七个套在一块整体重量还是蛮重的 好处是它这么无限度套一起 比如说我一个人用的时候 我只要带中间一个碗跟一个小碟就可以了 或者带一个小的盘子 如果我三到四个人用的话 我就可以带一套这个东西 因为确实我觉得这是我用的比较久的一款产品 好了 然后第二个给大家介绍的是这款来自雪峰的小的套锅 这锅一共分为这么几个部分 一个小的汤锅 然后一个我们称为尖牌也好或者烤牌也好 然后两个小的尖牌也好或者烤牌也好都行 我们怎么称它都可以 这套锅它是由这四部分组成的 整个使用的是球末铸铁材料 其实并不是什么先进的材料 因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有这种材料了 这是一种强度比较高的铸铁材料 钢磁的综合性能接近于钢 强度韧性和耐磨性都是非常不错的 球末铸铁 这锅其实是有涂层的 就整个它外面这层黑的 它不是铁的颜色 它是有涂层的 什么成分它也没有标 然后我也没有查到 当然它这个涂层 其实并不是起到一个不沾效果 更多是防锈 带了两个这个东西 这两个主要是用来 拿起这个尖牌的 然后这个小的尖牌 它这个锅其实整个的容量还比较小 像最大的这个汤锅只有1.6升 直径也就18厘米左右 这锅设计最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可以进行组合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将这个尖牌 我们拿到一边去 将这个小的浅牌盖在这个上面 当成一个小的烤盘具用 就我们上面可以放些碳 上下加热做披萨做什么都可以的 然后呢 这锅盖 适用于这三个产品 就是这三个东西都可以用 但是主要是给这个小的汤锅 一点肉层汤锅用的 但是呢 它直径做得非常好 对这几个也是完全可以密合起来的 因为它锅盖的内部 看锅盖内部 有三个不同的这种尺寸的凹槽 可以正好砍进去 盖的还是非常严实的 做个小的烹饪器具 所以这是它最好玩的地方 当然我们在使用这个锅的时候 仍然可以把它扣上 而且因为它俩可以扣上 所以它一定也可以跟它扣上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点 唯一扣不上的就是它俩 就这两个直径的浅锅扣不上 除了这两个直径的浅锅扣不上以外 这三个都可以扣在一块 它的锅饼其实是有一个小的房子 它完全落下去 这样的话容易烫手 你烹饪的时候尽量往这边放 因为它这个小的卡口 会导致这个锅饼不会落下去 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拿的时候就不会特别烫手 但是往这边放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这款锅的产地来自于大名鼎鼎的燕山条 我先跟大家普及一下 这个燕山条它是个地名 跟我们中华家的什么小媳妇王马子 张小玄不是一回事 而且这燕山条其实是两个地方 一个是燕市 一个是三条市 在新西县就是日本的一个行政区 燕市是生产一些餐具 灌瓢盆什么的 三条市则是日本重要的金属加工机械制造地 从江户明治时代 开始就打造钉子 农具 菜刀等金属物品 无论在当时还现在都拥有非常高的 金属锻造极架构工艺 然后燕市和三条市的整个的金属的 实际的产量占全日本的将近九成 制造业发达工厂伶俐 所以说大家把这两个地方联合在一起 成为燕山条 实际上这是两个地方 而且是个地名 在这里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地方还有个特点 除了出这种金属制品以外 很多户外品牌的发源地就是这里 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Snow Peak 还有我们可能一会要说到的这款产品 它的发源地都是来自于新屑线 好了我们再回到这款锅 铸铁产品相对比较厚重 但这款产品可以算是在铸铁产品中比较薄的 也是燕山条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工艺 就是它整个的材质不是那么厚 我们可以摸一下就可以摸到 其实整个还是很薄的 特别是锅壁部分 铸铁的产品在我们生活中 其实应用还是蛮广泛的 无论是炒还是炖汤都是非常合适的 因为铁它受热相对比较均匀一些 就不会出现这种太的这种 因为局部加热过快导致这种糊锅的情况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来煮汤煮米饭 都是非常不错的 它这个锅还做了一个小的刻度 里面其实是有两刻度的 第一个格子是米饭 然后对应的这边格子是水 第二个米饭 第三个格子是水 是对应出的 因为这锅出厂是带出城的 所以说官方说明说是不需要开锅的 我用它也煎过一个东西 你说粘不粘锅呢 其实也有点粘锅 但是没有粘的那么严重 除了它本身的材质性能以外 和你的烹饪的习惯 甚至手法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这款锅比较小 我个人觉得两个人有点勉强 一个人比较合适一点 然后它的收纳方式也是很有意思 就这么放进来 然后这两个小把手是用来拿起这个盘的 然后把这个放在最下面 然后这两个小的肩盘是可以落在一块的 它整个的重量还是蛮重的 官方说它整个的重量是4公斤 就8斤 作为铸铁的产品来讲 还是有一定分量 当然比这个要重很多 还是很重的 这是一款来自雪峰的迷你的铸铁锅 我特别喜欢 因为真的很可爱 好了 我们下面说最后一个产品 就是传说中的套锅之王 其实我不大喜欢这种称呼 比如说什么国货之光 什么这个之王 或者什么东西 我个人不习惯喜欢这种称呼 这是来自UNIFREL的一款套锅 平心而论 这个谈不上套锅之王 但是整个的整体的使用的便捷性 还是整个产品本身 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重点是UNIFREL记住 它也来自于这个新屑线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款产品 这款产品其实它一共两个型号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我这个是一个大号的产品 它一共有这么几个 我们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套锅的特点是一定套起来 我很喜欢使用套锅 因为套锅的好处 是可以节省一个储存空间 特别讲户外的情况下 我们先拿出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锅和这两锅 其实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它的材质是混合材质 就这里面有铝锅也有不锈钢锅 然后而且还需要一定的组合 我们拿出来 还带一个这个碗 我们先抛开这个绿碗 不说这个绿碗 我也不知道它用来干什么 可能用来砸东西 绿碗我是一次没用过 主要的一共就四个锅 这这么四个锅 可能我们一个个说 我们先说外面这个大的汤锅 这个汤锅是不锈钢的 一毫米的不锈钢 是一个5.5升的汤锅 因为是不锈钢的 所以说其实还是比较耐用的 因为不锈钢最大的好处 是它 你不用担心它上锈问题 所以说这不涂层的问题 也不涂到氧化的问题 维护起来也比较方便 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 在户外的不锈钢的这种材质 本身就带有先天优势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明火上用 或者是用气炉 也都是可以的 完全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5升的锅 这样这是一个大锅 除了这个以外 第二个锅就是这个锅 这锅其实是一个铝锅 它内部是有涂层的 这是由2毫米的铝制层 应该是铝合金 我觉得应该是铝合金 因为它的官方说明说是铝 是铝的材质 然后并没有说是纯铝还是铝合金 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铝合金 因为感觉硬度会更硬一些 然后内部是氟化涂层 说白了就是我们常见的不粘涂层 比较容易清洁 不容易粘锅这种情况 明显是用来煮饭的 可以带了一个颗度 米和水 就是放多少米多少水 多少米多少水是有颗度的 当然大家都知道 待会中华家煮饭 永远都靠手指头解决问题 很少有人靠颗度解决问题 不知道的可以自己去百度一下 这个是一个铝的锅 两毫米的铝 明显材料会比铝合金 铝的特点就是导热比较均匀 对吧 我们可以用来煮饭煮汤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按它这个设计 可能主要是用来煮饭的 带一个盖 带一个萌萌大的盖 这盖是铝的 我觉得应该是铝合金 因为它没有 确实没有找到特别明晰的说明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还带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是个不锈钢的滤网 我觉得可能是用来砸东西用的吧 因为我在户外也没有这么多油可以用 所以说这个我从来没有用过 再者有可能用来煮面的 反正是它只能放在一个大锅里 只能丢在一个大锅里 我可能用来煮面或者煮什么东西 我一次没用过 也许以后可能砸个油条什么 也许能用的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 我们也不能称为碗 这里是一个不锈钢的锅 这个是一个两升的锅 然后也是一毫米的不锈钢 煮面来说我觉得比较小一点 因为面如果有汤的话 确实不大好弄 还是比较适合煮汤 这个也有个盖 我觉得这点真是很好 每一个都有个盖 这个是吧 很有意思 这个也有个盖 带一个跟其他这些锅 全部一样地方的 带一个炒锅 炒锅是一个22厘米的 需要组合一下 它这个炒锅也是铝的 两毫米的铝 然后内部是带有不沾图层的 它受限于整个套锅的体积 它没有毒类盖子 它和这个大个汤锅是一个盖子 煎东西煎牛排或者炒菜都可以 但它里面这个涂层是个浮的涂层 不是氧化铝涂层 所以说太尖锐的烹饪器具还是不建议用 又很容易划伤涂层 划伤涂层又回到历史的话题 驴到底对人身体有没有汗 这个事我已经普及过好多遍了 这里就不跟大家再说了 拿的时候你保留这个 因为它上面这个螺丝是个钢的 很容易划伤它的这个涂层 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锅的收纳的过程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就你要把所有的锅先怼进去 然后丢这个东西 锅盖一定要先放这个盖 它使用的这个材料相对比较轻 不就刚好铝 这个整个重量约3公斤 而这个整个重量要4公斤 虽然更小 但明显是一大坨铁 这三个锅 当然我们不可能同时带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场景需求 人比较少的时候 你带这种小的锅 然后一两个人的时候 进入小的锅就完全可以了 就可以吃的很丰富了 人再多一点 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那种大的组合 然后如果说自己的话 或者是一到两个人的话 特别是有一些不使用明火的话 这个锅肯定是更好一些 套锅首先是比较整地方 对吧 装在空间上比较优势 再者呢 你可以一站构起 你不需要再去买汤锅 买煎锅 再买什么锅 你一次可以构起 然后再收纳维护也比较方便 很多套锅也有局限性 比如说像这个锅 它的煎盘就比较小 对吧 如果是你想搞一个大的牛排 或者披萨什么的 其实还是受到一定限制的 最后说一下这三款锅的优点 和它的应用场景吧 第一款锅 就不用说了 这个特别适合一两个人solo去用 而且泰的好处就是打理方便 实在不行明火上都可以 只不过是明火烧完之后 可能清理比较难些 缺点的大家都知道 泰其实本身不大适合烹饪 还有问题就是这些水质 刚才已经说了 中间那块雪峰的这款锅 我们抛开燕三条和雪花镖的这种 情怀加持 它本身产品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我特别喜欢它的 可组合的这种方式 就特别明火的 用组合的这种方式 觉得特别适合担任solo去用 对吧 特别在明火上用 如果你有个粉火台的话 对吧 煎个什么东西 然后如果说你可以再配合 做个小的披萨 对吧 上面盖上火 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款锅真的我觉得很精致 是真的我觉得 就是特别喜欢 非常精致的那款锅 但是呢它肯定有 还是有缺点的 第一个它体积重 比这锅要重4公斤 第二个呢 我再强调一遍 铁的巨大的问题就是 它的可维护性差 就是它很容易生锈 即使它有涂层的话 我们难免会磕磕碰碰 我所有的户外用品 我们都不能当祖宗去供着 对吧 我们只能在使用前 稍微小心点 但是避免不了 有磕碰磨损这种情况 比如说如果说 它这个涂层就脱落的话 当然不那么容易脱落 如果是脱落的话 很容易造成生锈 或者等等等等问题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 这款锅号称 这个靠锅之王 当然开玩笑 这个是一款优秀的产品 但是呢 达不到所谓的 匆忙匆霸的状态 这款锅最大优势 就是适合家庭住行 一家三口人四口人 对吧 完全够用了 而且如果说你有双罩的话 这边煮面那边炒菜 然后中间还有个东西可以做汤 就是从材质到精致度来说 确实是无愧于人家 五金之香出品的这个标签 当然说有人说 哎五到六云可不可以用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用 除了锅以外 你还要考虑炉具的问题 像这个东西 你如果使用一个功率很小的卡式桌去用的话 你光想把这个五升水烧开 就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你要不合理安排好时间 要不就怎么样子 准备两个炉头 这边做一个中长期的烹饪 这边做一个短期的 比如说煎炒的烹饪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些 所以大家在考虑这个东西的时候 不能因为喜欢这个锅 就买这个锅 你要考虑它使用场景和配套的东西 对吧 比如说炊具啊 然后炉具啊 这都需要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才能让我们四半功倍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小伙伴 希望大家的积极点赞 关注 如果你对哪些话题感兴趣 也一定留言给我 说不定下期就是你们想要的 我是你的鹿